对于伊朗和以色列来说 局势升级对双方都没有好处 但对彼此的报复行动又不可避免 在此背景下 双方默契上演了一出双簧戏马 日前 以色列对伊朗发起了报复性行动 导致四名伊朗人员丧命 伊朗最高领袖哈密内伊 在会见训职军人的家属时表示 这次以色列的空袭既不应被低估 也不应被夸大 此番言论显然是有意低调处理此事 与此同时 以色列方面的反应也表现出相当的克制 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的伊朗问题专家贝尼·萨布提指出 根据目前的迹象来看 以色列希望停息此事 并已向伊朗传达了这一意图 表明以方不希望局势进一步升级 事实上 以色列这场报复行动的本质 就是一场一以联手上演的双簧 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 以色列26日袭击伊朗前 伊朗就已收到相关信息 并在袭击发生前就采取了必要措施 比如启动防空系统 命令空军战斗机随时待命等 此外 美国媒体几天前意外披露了 以色列计划打击的具体目标 并对以色列的行动提出了慎重的警告 与此同时 伊朗官员也明确表示 如果以色列警队有限的军事目标进行攻击 伊朗可能不会进行报复 这一系列信息表明 将很难在中东树立威胁 然而 以色列也希望控制事态的发展 以免将伊朗逼入绝境 从而引发对方的强烈反击 值得注意的是 伊朗在中东拥有最大规模的弹道导弹武器库 其中许多导弹具备运载核弹头的能力 如果伊朗真正发动反击 结果极有可能是两败俱伤 双方都将承受巨大的损失 而伊朗这边也是同样的想法 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的死 以及真主党领袖纳斯鲁拉的死 使得伊朗必须对以色列发起报复 毕竟如果伊朗任由其盟友战死 而不做出回应 那么其在该地区内 反对以色列及反西方势力中的领导地位 将会不保 但要注意的是 对伊朗来说 对抗以色列的最好方法是 打代理人战争 让野门胡塞武装 哈马斯 真主党之类的抵抗之胡力量成员 冲在最前面 一旦其与以色列爆发全面冲突 以伊朗目前的军事实力和经济状况 很难支撑得起 这样一场大规模的长期战役 而同样不想让冲突升级的 还有美国 一方面 美国当前最重大的任务 是在西太平洋地区围堵中国 一旦一以之间的报复升级 作为以色列的最大支持者 美国难免会被拖入中东这滩浑水 这与其目前的战略规划不符 另一方面 当前美国正值大选期间 一以冲突在这个时候闹大 会对哈里斯的选情产生极大负面影响 这是拜登政府最不想看到的事情 三方一拍即合 因此有了这场象征 一以大于实质的报复行动 但此次报复行动 还是对一以造成了一定损失 伊朗这边四名军队高官 和一名无辜平民因此丧命 以色列这边民众 对内坦尼亚胡的不满也越发加剧 日前内坦尼亚胡在耶路撒冷演讲时 就遭到了部分以色列民众的当场抗议 而美国有可能成了最大受益者 不费一兵一卒 就把局势搬到了对自己最有利的局面 既满足了内坦尼亚胡的报复意愿 同时还给自己戴上了一个调停者的帽子 总而言之 一以你来我往的报复行动 预计会在此后告一段落 但中东局势依旧还存在着诸多不稳定因素 后续会如何发展 依旧是个未知数 我会发展依旧